桃園機場停機坪大批員警 正在接收走私案中的關鍵證物 這支黑色箱子裡頭裝了十六把 致死手槍 原先將流入臺灣 好在美方即時攔阻 今年五月美國海關查獲 一批藏有槍枝的包裹 準備寄往臺灣 刑事局貨報 隨即與相關單位成立專案小組 經調查發現運槍集團 由謝信祖賢下訂單 載由美國同夥網購槍枝 並將槍枝分解 混藏在大量五金零件中 並分為五個包裹 計畫走私到臺灣 其中四個包裹 遭美方攔下調查小組追蹤 未遭攔貨的包裹 發現寄到基隆一間機車行 臺灣槍枝驗貨點選擔 基隆這一間機車行 但犯罪集團行事謹慎 包裹寄到店內 並未立即取貨拆封 專案小組蹲點埋伏 終於等到集團成員拆開包裹 一舉攔貨四名成員 並向上追查出幕後主嫌謝信男子 臺美司法機關聯手破獲走私案件 也創下首次我國警方前往美國 取回槍線證物 犯案過程宛如電影情節 三天新聞林俊華 江俊瑋 基隆報導 我感謝大家 好